作词 李宗盛 赞 威武 赞 威武 赞 威武 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是电邮帮我们 坐在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圈研究部的分析员 谭之乐 阿努 阿努 你好 阿努 你好 阿努 这一节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又是家庭观众蔡小姐 电话旁边的蔡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三三明山的地圖 巨圖海洋石油 本身有放嗎? 有 你多少錢入的? 因為8日4日買了很久 買了一日跌跌跌跌跌到幾個月 1.8日4日 現價來說暫時過半 今天升超過2%上來 據巨圖海洋石油 也是葉岩器相關的概念股 1.8日4日比較高位入了 暫時洗頭 葉岩器股就有上升洗頭 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看看股份或板塊 近期做得表現不錯 買完後不停跌跌跌跌跌跌跌 主要原因是之前炒葉岩器概念 令股價相對地累積升幅 真的升得比較多 但是之前那段時間 看到葉岩器相關的政策 仍然未出台 這方面都導致股價 有調整勢頭在 而且論基本因素 雖然訂單不斷增加 但是看到他們的毛利率 都有個受壓的跡象在 但是始終都是葉岩器概念股 最重要是有政策扶持 而最近中央都將葉岩器整個行業 納入為新興產業上 所以短期來說 我覺得是有條件反彈的 看回技術走勢上面 都看到股價近期來說 跌了 開始有一個短正的跡象 在過四上面 都找到初步的支持 看到股價在近這半年來 三次都跌不穿過四這些位置 去到過四之後 立即看到反彈 現階段 我覺得只要後市來說 可以考慮將指示位置去過四 只要不跌穿過四的話 可以繼續持續 但是短線來說 第一個阻力位 在這個位置 一個六毫半 但是如果能夠成功突破一個六毫半 後市我覺得的確有條件 雷士照明 雷士照明 2.22.22 本身有貨價? 有 幾千入? 2.16元 都是在捱價 現價1.82元 暫時來說 可以怎樣做 雷士照明沒有升跌 2.18元入了 有沒有機會又等到回家鄉? 這隻同樣地 你說照明行業 當中裡面的一些LED產品 一直以來很多補章雜誌 或者新聞上都說到 這個LED行業 都是同樣地受政策扶持的 但是到現階段 都見到 始終不是有太多的政策 出台去扶持這個LED產業 但是我自己看回 沒錯 往後來說 我相信會有些政策 可能會浮現出 去扶持相關的行業 但跟之前的危機概念不同 始終是說 這個LED行業 一早被納入為新興產業 相關的政策 其實都扶持出台了很多 但是你看到整個行業 產能過剩的問題 非常之嚴重 我覺得你說後市來說 雖然2.17元 到現在 累積跌幅跌了不少 但我都建議 做好風險管理 因為你說股價上面 從整個技術走勢 看回 調整勢頭 就非常之明顯 見到現在這段 整個股價 由之前2.17元這些高位 一直跌跌下來 雖然說累積跌幅跌得非常之多 但是你說其實走勢上面 都仍是略為偏差的 你說見到現階段 較關鍵的支持位置 1.8元這個位置 見到1.8元其實之前那段時間 自從由1.8元這些位置 升起上來 如果跌穿1.8元這些位置 股價有機會調整到 甚至1.6元這些位置 而且你說一日未能夠成功突破 這條的中期下降軌 即是說1.9元這些位置 走勢上面仍是偏淡 所以我建議 你現在設置止蝕價 再回1.8元 如果股價跌穿1.8元 就要考慮止蝕離場 但是如果有機會反彈到1.9元 甚至2元這些位置 都可以考慮才行股出 好 蔡小姐還有其他問題 沒有 麻煩 好 多謝你的電話 另外我們解答一下 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家庭觀眾就是陸先生 就發出電郵來 電郵來說陸先生 就想問兩隻股份 分別是590就是6幅 以及178就是3幅 兩隻都未有貨 想短炒 就問什麼價位入 先和大家看看這隻六幅 六幅現價股價表現27.25元 跌5先 未有貨有 短不短炒得過呢 其實短炒的話 我想始終說 現階段再去短炒 我想上網空間未必太大 我都不太建議 始終說 雖然金色股今年表現 不會太差 始終說在2012年 銅店銷售的基數相對較低 今年應該有機會有個不錯的增長 但再看一些銷售數據 其實相關利好因素 真的已經反映到七七八八 短炒來說 是可以 但上網空間未必太多 這方面要自己衡量 你看回六幅股價技術走勢 都見到 近期來說 之前那些低位 16.8元 這些位置 升到上來 現階段27-28元 累積升幅真的已經非常多 短線來說 比較大的阻力位 30元這些位置 所以如果現階段 27元去買是可以的 後事來說 上網30元 潛在升幅有1成 但我都建議 如果這些位置買 要設置止洩位 26元這些位置 始終在六幅這間公司 黃金對沖比率相對較低 但如果金價一旦下跌 對它來說 會造成一個短線 會有一個負面影響 另外想問178元 就是SASA 現價8.43元 跌超過1% 這隻又會不適合怎麼炒 這隻同樣地 我認為SASA 始終股價升得非常多 甚至看到 最近香港的零售數據 都開始有一個轉弱的跡象 特別說這些化妝品 內用品 其實過往來說 的確沒錯 保持著一個很強勁的升幅 但是始終在擔心 這個消費力 能不能夠持久下去 而且SASA現價段 股價上 市盈率已經處於一些較高的位置 後市有機會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調整 因為你看到股價技術走勢 上面都見到 自從之前見到9.31元 這些位置 現價段有個調整勢頭 但短線來說 如果不能夠突破8.6元 這些位置 後市很難有一個太大的衝勁 所以如果短炒的話 我建議要做好風險管理 這些位置買的話 留意8.6元 這些位置 能不能夠成功突破 如果能夠突破8.6元 後市有條件 看回9元至9.3元 這些位置 但如果真的看到股價跌穿8.2元 就要先行止洩 因為股價有機會 可能只剩7.5元 甚至7元這些位置 好的 多謝大家庭觀眾 陸先生的電郵 另外家庭觀眾Maggie 在電話旁邊 Maggi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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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3.88元 有沒有放我本身港交鎖 有 你本身幾千入 有些124元 14多元 幾個都有 好 現價來說 124.8元 今天跌過一下來 公佈了季蹟 季蹟來說 都好過市場預期 但大家都擔心成交約 會對港交所未來的盈利能力 所以大家都被他減持評級 紛紛都暢淡他 有貨其實有記住在手 120多又有 140多又有 可以怎樣做 看回港交所 今次最新公佈的第三季度業績 的確沒錯 盈利是勝預期的 但都看到 股價沒有太大的刺激作用 始終你說現階段 其實港交所 真的看回現階段 你留意每天的成交金額 已經可以知道 以後市來說 成交金額有沒有機會轉好呢 我自己在這方面看法 其實看得不錯 有一個樂觀的態度 主要原因是看回現階段 港匯的對率上面 都見到其實港元近期 有個轉強的跡象 我想現階段只是欠缺一個炒作氣氛 如果你說往後三中全會 見到有利好消息 港股有條件再進一步炒上 到時成交金額 成交氣氛 有機會改善 我覺得現階段 不妨繼續拿著 但看回技術走勢 始終見到現階段 去到目前為止 大市成交金額 都相對偏弱 就要做好風險管理 比較關鍵的支持位置 123元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跌穿123元 一些較低位買了的貨 可以先行止蝕 後方有股價 如果有機會調整到118元 這些位置再去買 但後市只要不跌穿123元這個位置 的確我覺得有條件 看看這個位置 先看看132元 好,Maggie 你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想問128元 本身有沒有貨價 有 你幾千有 有些4元 有些3元 農行的現價3.6元 8.1兩仙 都是分開兩注入 一注高位 一注貼近現價 農行又可以怎樣部署 看回內銀股 其實近期的勢頭 都相對地不錯 甚至有些消息說到 三中全會當中 雖然有些改革的方案 但內銀股 受到優先股等等的方案 未來都可能會受到支持 所以後市來說 我真的覺得 你說內銀股現階段 無論是股值 息率都非常吸引 這些股份 我覺得值得繼續去中長線去投資 你看回整個股價技術走勢 近期的確沒有調整勢頭 但見到農行今天 去到10天線、20天線 即是3.6.5這些位置 都有個初步的支持 我都覺得只要不跌穿 其實比較關鍵 50天線3.6這些位置 不跌穿3.6這些位置 後市有條件 看回4元這些水平 好,謝謝 也多謝Maggie的電話 這期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問阿樂 剛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有持有 好,謝謝 待會回來發達廣場 環節我會繼續和大家看著 大市表現和市場最新資訊 待會見 好,再見